一起炸弹包裹惊魂事件 划破了登加楼州 刮拉登加楼法庭大厦的宁静的清晨 警方随后揭开事件的面纱 表示神秘包裹 不含任何毅然爆炸物 虽然并未造成伤亡 但警方非常重视这个潜在的威胁 并以刑事恐吓的角度展开调查 登加楼州总警长 拿督马兹里今天接受本台电访时透露 警方是在今早大约7点30分 接获刮拉登加楼法庭大厦的保安投报 称在法庭外的一处栅栏 发现了一个疑似藏有炸弹的包裹 当下也已立即紧急疏散了周遭区域 拆弹小组在15分钟后赶赴现场 清查了整栋大厦后 发现了一个以A400纸包着的白色包裹 而里面仅装有一个电池和手电筒的部分零件 这名总警长表示 虽然有关物品不含任何爆炸元素 但警方已经销毁了相关物品 而包裹也已送往见证组检验 尽管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也还未寻获放置包裹者的踪迹 但警方依然会援引刑事法典 第506刑事恐吓罪条文展开调查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未经许可,市民主打击